花园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 她热爱花园,是一个优秀的园艺师 如今,她是天空中的一颗星星 我将为这个项目而想念她 这个项目分为四个阶段 花瓣、中心、边界和拼布 项目的尺寸在视频描述中的PDF文件中 花瓣 花瓣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在小方块上用热笔雕出对角线 在较大的击布方块上 叠放彩色布方块,并在标记线处缝制 所有花瓣都需要重复这个过程 每次缝制后,根据0.75厘米的缝纫余量减掉多余的布料 按照图示 按照图示,使用小方块在正方形的另外两边进行缝制 在彩色布局形上,叠放击布小方块,并按照标记线缝制 然后,去掉多余的布料 为了完成花瓣,将已经缝制好的矩形与基布小方块相连接 接下来,将大方块与已构建好的矩形相连接 然后将这两个部分连接起来,形成花瓣 重复这个过程四次 中心 在一张纸上,画一个5厘米x2.5厘米的矩形 然后画一条对角线 在矩形的两侧,加上0.7厘米的缝纫余量 沿着对角线剪下来,你的模板就准备好了 用热笔在布料的背面写字 将彩色布与其中一条标记线对齐 向后退0.7厘米,使彩色布的边缘和标记线平行 将彩色布翻过来 沿着虚线剪开,并去掉基布上多余的布料 在另一侧,重复这个操作 在完成所有中心部件和花瓣后 现在是将项目连接成条的 时候了 然后将条连接起来 边界 要制作项目的边界,请按照图表缝制及基布矩形 加上一个小方块,再加上一个基布矩形 将其连接到项目的上下两侧 现在是时候按照图表将三个小方块和两个矩形连接起来了 将其连接到项目的左右两侧 这个项目可以用于制作靠垫、桌布和其他你想要的地方 桌布 可用于桌巾和其他地方 拼布 请记住,这是一项手工艺品 用1.5厘米的间距标记,并手绘曲线 大家看看 这个支撑成于桌巾 就算要20分钟 按照片 小费 小费 我 带 一些 小费 带 线条和其他标记使用5厘米X5厘米的方块尺寸 再放置填充物 和项目底部之前清理作品的背面去除线条 并使其尽可能平坦 以便更容易进行拼布 使用针角将面板填充物和底部连接起来 我是Sabrina Moeller da Rosa Amanda Patchwork频道的创作者 非常感谢您观看和关注我的作品 很快我们会带来更多创意灵感 Nähe zum Verbinden des Tops, der Füllung und des Hintergrunds Ich bin Sabrina Moeller da Rosa, die Schöpferin des Kanals Amando Patchwork Vielen Dank fürs Zuschauen und Begleiten meiner Arbeit Bis bald mit weiteren kreativen Inspirationen